港隊女飛魚何思培 在星期二凌晨出戰巴黎奧運200米自由泳決賽 最後以1分54秒55成績收獲同牌 連續兩屆登上奧運攀長台 這場決賽高手混雜 包括兩名澳洲泳手世界紀錄保持者 迪密斯和奧卡拉緊 在比賽開始後 何思培一直保持領先的位置 直到最後50米 兩名澳洲泳手法力後來居上 最後奧卡拉緊以1分53秒27 創下新奧運紀錄奪金 何思培就萬1.28秒足辭 拿到銅牌 何思培在賽後接受訪問時 感謝香港市民挨野支持 他又透露賽前已經知道 今屆的對手實力更加強 要站上攀長台不容易 何思培將會在星期二 傍晚6時47分 轉戰100米自由泳初賽 他就說希望以平常心去應付 以個人最佳成績為目標